民进党当局破坏两岸交流 大陆无奈暂停赴台个人游试点 蔡英文不思反省却大把撒钱 砸下36亿元新台币 又公布第二波10亿新台币补助方案 撒钱救世的急救章 真能让台湾的观光业恢复往昔 基本上来讲的话 我觉得就是说 这是一个治标不治本的一些相关策略 民进党当局每每碰到一些政策的瓶颈 或者是一些相关问题的时候 就很潜谍地认为就是说 我今天透过撒钱相关的一些政策 我就能够控制相关的一些问题 他百分之百是为了这种政策选票 试想一下如果现在岛内的选举已经结束 蔡英文当局还会去撒票吗 还会去撒钱吗 不会的 岛内撒钱不够 岛外继续人傻钱多 台当局怀揣100万美元公关世卫组制 因政治目的太强遭遇拒绝 急要所罗门群岛官员赴台 要留住所罗门 台当局这次不知又要花掉多少钱 其实呢 第一个他是希望能够刷存在感 那第二个呢 他就能够利用这样的一种方式 去进行一个出口转内销的一个操作 他就可以让他选民觉得就是说 你看蔡英文多么努力 不断地在寻求台湾设外的一些相关的一些空间 而面对所罗门群岛官员的这种所谓要价 我想蔡英文当局现在基本上没有其他方法 别无选择 那就是继续再撒钱 撒钱再撒钱 好美国大腿不够 军购拉来凑 刚买了美国的F16V战机 又把M142多管火箭系统放入购物车 台湾的安全真的能靠军购搞定吗 所谓的一个军购的一个概念 政治的一个考量跟盘算 其实是凌驾一切的 对于蔡英文当局而言 它这不仅仅是一个军事问题 更多是想营造一种政治氛围 就是营造 那么美国去支持蔡英文所谓连任的一种假象 但这明显是蔡英文当局的一种自我安慰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